这个是要考大家在嘈杂的赌场里 听觉的敏锐度 十九步 错 不可能啊 我刚刚明明听得很清楚 错 没错 答案应该就是十八步 为什么 其中有一步 你的脚没有完全提起 只是提起脚跟 便在落下 所以脚踏身虽然有两下 可是另一步不能算是一步 对 完全正确 你喜欢多吗 不喜欢 那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挑战 挑战 不错 打败天下的高手 才是我最大的兴趣 你给我个理由 为什么博乐庄要收你做弟子 你先给我个理由 为什么博乐庄不收我 你为什么要进博乐庄 我从小就喜欢赌 一直在赌界发展 成就一番大业 造福天下苍生 我老爸 竟一干独有 他们都非常支持我 也很鼓励我 希望有朝一日 我能成为赌神 你怎么想怎么样 马上有个故事 对 好紧张 你觉得怎么样 有没把握 有把握 你觉得吗 你呢 你呢 对啊 小鱼 我看到我的名字了 我再看看 原球小江学与无际 无际你考上了 我们来到他考上了 等一下 你看 这怎么可能呢 我这么优秀 怎么可能会后补呢 我考中了 我考中了 不公平 不公平 我要抗议 小鱼 那个猪猪怎么可能考得上 我觉得比他好 小鱼 你们眼睛都找到哪儿去了 小鱼 这是主考官一致的决定 你敢戴这三爷 小鱼 来呢 在 把他给轰出去 是 我们再看到这张脸 别乱来啊 小鱼 大师兄 他心情不好 没什么恶意 请你不要在意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这个家伙 高兴地过了头 把头给摔破了 那怎么办呢 让地步的伤了 好像是在下舞 他没有怀疑什么吧 没有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 段公子他似乎不再高兴 随他去吧 我才懒得管他呢 你可以下去了 是 我倒要看看你这只小猴子 如何逃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 干嘛买那么多东西啊 我们去查案不是休假啊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啊 这种力气 怎么善我们的侦查工作 当然可以啊 这苹果啊 不但可以吃得很饱 而且 吃得很饱 只有就可以努力做事哦 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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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来博尔庄逛过啊 博尔庄结合各地的赌方 开联盟大会 我过来看看 顺便了解一下 里面是不是另有文章 哎呀 太好了 果然呢 英雄左肩略同 我们两个也怀疑不二装心怀不轨 所以想混进去调查调查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不过万事要小心 嗯 我先告辞了 嗯 保重 保重啊 保重 哇 大侠 大侠 我跟那个大侠真是有缘的 不能走去哪里 都能够碰到他 哎 你说 将来啊 我会不会像他一样 成为人人敬仰的大侠 哎 将来你想做什么 我只希望 尽快找到杀我父母的仇人 报完仇以后 回到森林 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不可能 因为 你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 为什么 不知道 感觉吧 总觉得 你将来 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嗯 啊 你刚刚说的大侠在哪里 哎呀 是你呀美女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